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相信星座吗 好 我完全不信 我是完全不信任何算命相关的事情 但比较特别就是我是信神的 我是相信可能有一个这样子的角色 但是我不觉得他会想要来理我们 所以基本上你不太算命的 我完全没有在算命 对对对 所以 其实你这个概念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除狗 这个这句话在讲怎么样的内容 天地不仁 天地就是比人更大的 我们姑且叫他神 不仁就是他可能没有人的那种感觉 人是仁慈的人 这个克苏罗也很像 对天地不仁 就天地他不是人 所以他不会 不是骂他 他不会用人的思维去看世间的万物 所以他以万物为除狗 就所有东西 他要不好的状况 那就让他不好 他有好的状况就让他好 就不管天灾人祸还怎样 就是顺流而行 所以真正的神明就像你说的 他是不会去干扰生命自己的发展 对 但是他有一个更大的能量 是超越人的是没错 我这个跟我的 我自己的算是信仰比较接近一点点 就我其实会觉得说 好 我大概都能够懂大家在想什么 可是我会觉得 但是这个东西就让我们可以随便算出来 不是有点笨吗 我会抱着一个这样子的心情 所以我自己算是不太相信 所以对志祺来说 你会觉得星座也算是玄学的一部分 我觉得算耶 对我来说算 那白鱼老师也是从以前 就对星座这些东西是比较相信的吗 我以前是唯物论 我连比人大的神都不相信 那后来怎么转变呢 我后来就是人生一些经历 我会发现 人真的你努力有时候没有用 对 所以就会发现 一定有一个更大的力量 但这个力量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 有人情味啊 或者说他在操控什么 不是这样 但如果是玄学 其实科学也可以称为玄学 其实玄学是一个思维模式 并不是它是一个名词 并不是说什么就在玄学里 它就是迷信 什么在科学里它就不迷信 玄学是一个动词 或者它是一个哲学的词 玄学就是我单一相信这个 我不相信我自己 我也不相信别的 这叫玄学 就所谓的迷信 OK 对 但是其实原本的古老的玄学 并不是这样 古老的玄学的玄字 玄而未觉嘛 就是我们不了解它 我们也无法用人的全然的思维 去全部诠释它 甚至我们可能还看不懂 所以这些与人的思维无关 甚至高于万物的思维的 它叫做玄 因为我们看不到 对 所以这种玄学 如果是迷信的概念 那可能你单一相信科学 然后你不相信人情味 不相信运气 那也是个迷信 对 就你单相信科学 科学完全 因为科学其实也是可以被挑战的 但如果你就一直私持的相信它 这种其实跟迷信是接近的 就比如说你在爱因斯坦以前 你如果不认为会有量子力学的话 那个时候你对科学相信 可能是一种迷信 对啊 或者是像是你说那个地心说 其实可能也是一种那种感觉 蛮有趣的 对 那杨阳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我好像不能说相信与不相信 我只能说我对星座没兴趣 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看 符合我那个星座叙述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特质 一点都不酷 我一点都不想要 所以我就对他 我想当个酷哥 酷姐 所以我就对这个东西失去了兴趣 因为我不想把那个标签 贴到我自己身上 然后之后虽然长大之后 大家会开始说 啊你不像 可能是因为你的上身是别的 可是呢我当看到那个上身星座 是假设是天秤座好了 可是我对天秤座一无所知啊 然后我就发现 哇这个门槛好高哦 我理解不来 所以我就对星座基本上 现在是一个 有点接近无知的状态 别人跟我说我是什么座 我就说哦 大概是这样 我自己也是会对于台湾的 这个星座就想说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狂热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想说可以来找白鱼老师聊聊 这样子 谢谢 刚刚老师你有说 就是你以前其实是一个 很理性的人 对 那你会怎么开始学这个身心灵相关的专业的 我是从小对心理就是研究人是有兴趣的 对心理有兴趣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其实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 我本来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就一开始先知道自己而已嘛 所以我以为每个人都一样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看到日落 看到日出 你会想到什么 看到日落 看到日出 我会想到 啊要工作了 你呢 我想到地球在转动 哦 那你跟我一样 哦真的吗 对我第一次发现跟我一样的人就是痒痒 哦 我也是这样想 嗯 但是大部分人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大部分人是透过眼睛看到 太阳上升了 太阳落下了 嗯 只有我们自己是很理性的知道说是地球正在转动 并且它既有自转同时有公转 哦 对 对 所以在这种思维状况下 你让我去被分类 我是什么星座 哦 全世界的人十二型人格 我觉得我不愿意 嗯 因为你不了解我 你就把我划分进去 我都不知道我在哪 你把我放进去 为何你要抓我被吃掉吗 哈哈 对就是这种防卫心理也好 或者说不甘心也好 嗯 但是我学占心学或者是学身心灵的一个最大的出发点还是 呃 其实我第一个学的是呃西藏的生死书 哦 哦那本书那么很很有名而且很漂亮我记得是这样子 对对对生死书讲的就是中阴度嘛就人死了之后到真正死亡中间有一个中阴身 他好像又有人的思维又好像又不是人了没有人的肉体了 那那个状况下他是怎么样因为我对那个很好奇 嗯 因为当有一天呃呃我遇到的生死经厌之后 我就发现我看到的世界 别人都看不到 我以为我醒着 别人觉得我没有醒着 这状态我不能理解 他就跟我 唯物 桌子是桌子 麦克风是麦克风 它是不一样的世界 你发现你以前的世界只有唯物 可是在冰死今天之后 发现好像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 是这样吗 对 另外一个世界是它跟物体不相关的 因为我可以穿越它还是怎么样 就这个很神 也许它是幻想 但在我的感知里面 它就好像你想 像自己种乐透 和你真的种乐透 它是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当时是觉得是很真实的 所以这个状况下我就认为 这个世界一定不是只有看到的 那我们刚刚就去聊 所以从这个思考的过程 然后呢 我就觉得 从我的感受经历 以及我认识了大脑神经科学之后 我发现唯物主义是行不通的 它是非常狭隘的 所以迷信是狭隘的 对 当我迷信科学 唯物主义就是跟科学有关 它就是狭隘的 所以我就想要放大 所以看了生死书 在此之后我就觉得 我这么理性 那我的另外一面叫直觉 一定是未开发 但我有过冰死经验 然后我小时候 其实也有一些奇思幻象 比如说看到同学的爷爷 但后来发现是过世的 对 就这种事情发生 我以前不相信 我可能以为是幻觉 或自己幻想幻听 但是经过这些之后 我反除思考 我会觉得 人还是要用一个开放的胸襟 不批判 但是要理性清醒的 接受不同的世界 对 这种状况下 我再去接触直觉 然后就 哇 原来这个世界有天使卡 有奥修产卡 奥修老师也是一位哲学家 印度的哲学家 然后再往后就发现 催眠疗愈 还有我们的占心系统 那最后我使用这些 其实古代人使用 那是因为他们原本 就像你说的低心说 可能的人本主义 在哲学教 所以大家都是 关心自己的生存 然后关心这个世界 怎么样可以适应 然后可以有利于我生存 但现在人生存 已经不是基本需求之后 我们更关注精神的需求 比如说现在婚姻 他们不是为了 我可以住得更好 我可以生活稳定才结婚 以前婚姻诞生 是为了这样吗 分财产 继承遗产 那现在的话 可能我们更多的是 为了情绪价值 互相的需求 一加一大于二 所以这个世界 已经慢慢从物质世界 往精神世界去的时候 有一些 当然我们现在研究的 这些精神的东西 有些可能偏颇 不能验证 但有些是可以的 比如说占心学 但我想要问一下老师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你其实以前有学催眠 然后好像那时候也是 去拿到美国催眠师的证照 是这样吗 然后另外也还有 学奥修产塔罗 那在你学了这么多 不同的有关身心灵的部分之后 为什么你后来好像 比较专注在展行的部分 我不管是身心灵 还是我有自学 心理学 大学学科 然后我也有考上 心理学 心理智商的研究所 然后我也有学 东方哲学 西方哲学 然后东方哲学 有上到硕博连读班 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心理学全部都是碎片的实验知识 它可以把人做一些行为和思想的实验 并且变成一些结论 比如说吊桥效应之类的 但是另外一面 比如说哲学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哲学心理实验 怎么样叫它的人格道德是怎么样 或者说后摄心理学 它做这个行为动作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这些都是实验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只是研究一个人的单点 单面 但是我们 假设我今天工作 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 很舒服的工作 在检讨自己工作 感情失败 然后就觉得为什么我被骗 假设 这状况其实我们都是太片面的看自己 和看别人 才会做一个错的决定 而占心学 我这个课程也叫全方位占心学 占心学其实可以全方位的去看待人生 它就好像 让我是全职全能的AI 再加一个经验丰富的智者 坐在旁边 告诉我 思考一件事 思考一个人 融入一个团体和社会 遥望我的未来 我该怎么样全方位的思考 尽量的避免让自己 不了解自己的状况下去出错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跟占心有关 因为占心他就是我们之前说他是天文学的前身 所以他是古代天文学 所以他是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就非常完整的 举例 十二宫 十二宫就代表人生的十二个面向 举例说第一宫 他就跟我们的原本个性 或者我们呈现给别人的社会个性 社会形象有关 第二宫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关 第三宫沟通表达思维 第四宫我的家族 或者我的民族 我的安全感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一开始有的分类 然后之后我们现在只是透过这个分类 去了解一些可能的事情 有点像这样子感觉 对 假设我们的整个人生是一块蛋糕的话 我们的人生的不同角色和不同面向 从公位可以划分成十二个面向 当我想要谈恋爱 我可能会说他是不是好人 养养你是不是好人 你够不够善良 你爱不爱我 你赚钱多吗 需要我养你吗 可能想这些 最多父母怎么样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看公位就会 原来除了个性价值观 他赚钱怎么样 他可能赚钱多 但是我们还不合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赚钱要存钱 但我认为真正的属于我的钱是要花掉 是不是价钱 他是在讨论一些影响的 就是不同的个性会怎么样 在其他的面向产生一些影响的东西 没错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他等于帮我们先提前告诉我们 你至少有十二个面向需要来看 就是如果我们在想一件事情 要做个决定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 可能只会从一个两个面向 就觉得 我好像多想了好几个面向了 但他告诉你说 其实你至少十二个面向需要来注意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趣的点是 一般人大家在想东西的时候 的确是比较是用 有的时候是用感情在判断一些事情 但是他就强硬套了一个结构 就跟你讲说 你其实可以用这个结构 如果有了一个这样的好习惯的话 就会帮助我们先跳脱那个事件 就拉到比较远的地方 我其实要注意这些东西 没有错 所以即使这个东西 它的准不准或许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了解怎么样这样想事情的时候 你会想的比较全面 然后你可能在思考的过程当中 避开一些雷 我目前听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虽然我没有研究占星学 但感觉他好像给了一个 很完整的SOP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 真的志祺和洋洋的理解力 非常的穿透力很强 所以这个占星 跟我们平常讲的星座 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对 我们讲的星座 就是占星学里面的太阳星座 或者后来也有人开始慢慢知道说 原来上升星座在哪里 就是行星 坐落在什么星座 比如说流年过孕 最近冥王星 从摩羯座要走到水瓶座了 对 就大家说的星座 可能相对都比较数数 就比较技术上的说 他的个性太阳在哪里 你是什么星座 像我是牡羊座 大家就说不准 我小时候也觉得不准 我不像牡羊座 但其实我工作起来 雷厉风行像牡羊座 但我平常对同事 对朋友家人 我是比较温柔的 就有点像我的金星双鱼 地九宫 什么意思我们有机会再说 或者像我的上升是巨蟹座 对 就这部分 我们就是需要用 占星学的整个系统来看 才能全方位立体的 去分析一个人的个性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面向 你遇到我的时候 可能比较理性 你遇到他的时候 你比较喜欢他 所以你比较感性 所以我们每个人 会随时变化成不同的样子 那占星学 其实我必须强调 与其说 占星学可以帮助我 解决任何问题 不如说 占星学是一个好用的工具 需要的时候 比如说你低潮期的时候 对一件事情不熟悉 迷茫的时候 没经验的时候 这时候可以用它 但是如果其他时候 我们还是要坚持 告诉大家说 我自己的感知 我对自己的了解 需求 然后对别人的了解 这还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工具 是帮助你来 看待一些事情的 那如果你完全依赖它 来做决定的话 那你就其实不太存在了 没错 就好像我们 手里有一个斧头 有钉子的时候 用斧头钉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钉子 我遇到你 哎杨杨 然后敲一两天 你要打我吧 那我觉得 在这个部分 应该还是有很多 就是对于 星座比较不相信的人 有一个很底层的疑惑在 就是因为 不管是像占星 或者是像紫薇斗树 他们就是会 要先拿到那个资料 会是你的出生 年月日跟时间 然后认为 输入这个时间之后 你就会有属于 自己的一个星盘 那比如说 像我的话 我就会质疑 那比如说像 双胞胎好了 他们可能会是 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 那他们的星盘 可能会长得一样 可是他们是 完全不一样的人 那要怎么解释 是 真的非常聪明 又很好的问题 其实每个人 都想要有自己的独特性 所以就算 两个人的星盘一样 但不要忘了 我们有12个宫位 11颗行星 加上凯隆星的话 然后我们还有 12个星座 他如果用 用微积分来说 其实就是 A12 11 或者A12 12 其实可以有 很多的排列组合 几万组 甚至是几百万组 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每个人 因为虽然我们 两个人的星盘一样 但我们两个人 面对同样的爸爸妈妈 我们的感受和互动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会在 有意无意的发展 自己想要发展的 那一个宫位 星座和行星 比如说 假设我跟杨阳 是同一个星盘好了 可能你比较个性温柔 妈妈对你的时候 就宝贝 怎么样 可能我早生一分钟 我的个性就比较刚 比较好强 看到我就 你怎么这样啊 白鱼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都不听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可能学到的宫位 就是我要更多的发展 自己如何与人合作 但是呢 我需要被尊重 第一宫 第七宫 我可能发展的比较强 那妈妈对杨阳比较好 所以你比较有安全感 你也知道乖巧是比较好的 所以你的第四宫和第十宫 发展的可能比较强 所以遇到的事件不一样 它触发的路径就不一样 没错 我这边有个疑问 就是这个性格 我能够理解这个性格的重要 跟我这样要应对的重要性 但是为什么它一定要 会是一个宫位 或者是 这边是什么 所以才导致这样 这个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学科体系就是这样 它会面对不同的人 所以它要设计给不同年龄段 不同思维状态的人 那我刚刚说的这个 就是没有经验的人 他也不理解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像这个星盘 所以是一个练习的方法 没错 占星学就当作是一个 有经验的智者 在coaching他 告诉他说 照着我的SOP 像杨阳说的 我就可以怎么做 但如果像你今天是 相对有社会经验 你也比较有逻辑性 很理性 这种状况下用星盘 假设我今天要用星盘 一定是我快速 需要取得什么资讯 我当年学生心灵 最受益的一点 就是快速取得资讯 因为当年 我有忧郁症的时候 我花了三年的时间 去资商 或者我不知道是运气 还是怎样 我遇到的老师 都不能马上 盖到我的痛点 我后来是靠吃中药好的 里面有蝎子 蜈蚣 真的有这样的药营 这样好的 所以当时 西医或者是精神科医师 自伤师 对我来说 我觉得隔靴 骚痒 没有什么用 可是 那个时候 因为我自己的排卡老师 是比较理性的 他也是科技业 出来的人 很理性 那时候他帮我解读 天使卡 和奥修产卡 我还不认识 这些卡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他不认识我 也不用那么长时间的误谈 他就可以抓到 我一些要点 和痛点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 可是我后来 有想明白这件事情 就有点像我们遇到一个人 我遇到他 我遇到痒痒 就觉得特别投缘 我遇到另外一个人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这也是这个概念 排卡也好 我们透过占星的不同元素 十二宫位 十二星座 十一大星星 以及虚拟点等等 我们去找这么多元素的排列组合 为什么我当下就是想要 透过这个议题去探讨这个人呢 为什么我会摸到这张牌 然后我们一起去讨论某个议题呢 一定是当时 我们就是从围观来说 就是量子力学 薛定谔的猫 我看到了 代表我的议题 也有你的议题 你的议题也有我的议题 我们产生潜意识的共鸣了 这个时候 占星学的星盘 就出现了这么好 美好美妙的一个功用 当我还不了解你 但是我们需要迅速达成一个 观念的协同 不一定要一致 观念的协同 互相的了解的时候 星盘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方向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观察 因为我觉得我跟志祺比起来 我应该算是相对 可能比较接近相信一点点 OK 因为 我觉得我相信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命运 你是相信命运 就是他可能有一个命运存在 但这个命运是 你有可能靠各种方式去调整跟改变 我相信这个假设 我知道 因为命运是有高配版和低配版 够努力 够听从内心 你就可以flow变成顺流 你就可以到高配版 里面有很多概念 比如说你要相信自己啊 你要放手啊 blah blah 所以我觉得很多 没有办法接受 所谓星盘的人 他们像我也会质疑这件事情 就是我不相信 为什么我的出生年月日时间 能够决定我这个人的 所谓格局好了 对对对对 对 可是如果我先认为这个 我人一生下来 他是有一个专属自己的命运 这件事情的话 好像就能够稍微串联上 例如你的那个出生年月日时间 它是一组线索 它能够帮助你去窥探 这个宇宙 给你的那个命运 可能长什么样子 哦 我觉得命运一开始 确定就是什么 你们的父母不一样 这就是第一个确定 第二个就是因为父母不一样 所以你们长相也不一样 长相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你懂的 这个我很相信 这我很相信 你的生活环境 然后你的外貌条件 都会决定你的命运 我想看 我觉得我对于未知 或对于它的包容性 我是接受 如果我不会觉得说 啊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开玩笑 骗小孩什么 但是我一直 没有办法理解到 它的那个逻辑的点 对我就觉得说 这个好像是这样这样这样 像我都觉得后面那一段好 蛮有用的 我能够理解认识自己啊 或者认识别人 然后甚至是 当两个人遇在一起 我们一起看星盘的时候 这其实就像是交换名片 但是我们今天 有这个契机的时候 你其实就会 比较了解别人 所以我们产生了 更多的共鸣 更多的讨论 然后知道怎么样 跟彼此相处 可是我还是不理解 那这件事情跟 就是天上的星星 有什么关系 这个就来到了 你很聪明 这就来到了我们 中山茂 是一位日本的史学家 他后来研究了 占星历史 从古代的巴比伦尼亚 就是几千年前 他们一开始确实 我们人类一开始 是没有相信天神的 我们人类一开始 相信的神 是地上的神 地母神 对 我知道地母神很多 三教治理什么都 跟地母神有关 对对好厉害 然后为什么开始 相信天神 就是天灾人活太多 OK 对那时候都是农业社会 甚至是古代 还没有到达农业社会的时候 但是多少 跟生存 跟羊畜 畜牧 种植 有关 就开始原来 天上 比如说下雨 或者有火灾 有时候火灾自然 他也认为可能是 天上的太阳 还是怎么样 掉下来 慢慢地开始连结 其实 这个世界 如果单 单纯地从数字 或者物理学 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话 很多我们都无法 去觉察它 比如说像化学 它是做梦 才会有化学的方程式 因为它梦到的是那颗蛇 从头咬到嘴巴 它才知道原来化学方程式 可以这样发明 所以很多科学的东西 都是从玄学的 第一直觉感知 而得到的科学结论 所以不管是玄学 或者说占星学的由来 古巴比伦尼亚那边 先知道天神 原来太阳 太阳的崇拜 就是对我的崇拜 原来人很重要 月亮的崇拜 就是对妈妈的崇拜 因为照顾滋养 耐心等待 跟怀孕有关 也是很重要 植物也是要照顾滋养 耐心等待 然后到火星 它有一系列的故事 那个故事 又跟神话故事连在一起 我们且不说神话故事 它是真的 后来失传不知道 还是说神话故事 就是人透过一些 艺术的文明化的一种变化 来让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 它就变成大众心理学 或者社会文明 不管哪条线 最后发现 人只要脱离了物质 带有一点点的神性 去理解人本身 人就会比较宏观 如果 因为我们人是站在地球上的 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视角 去看这个地球 一定是地心所 我好像有一点点理解 哦 是哦 也是一下 好 因为 我们看到 譬如说它是什么 就我们对于太阳的感受 是人建构出来的 然后跟 到底有什么星座 那些星座 其实也是人创造出来的 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太阳的时候 我们等于人类集体的 出现了一个对于太阳 这个形象的感受 然后我们自己又把 所谓的星座 跟这个太阳 做出了连结 所以与其说 它只是一个远在宇宙 极光年外的一颗行星 更 我觉得我感受到的是 这个占星学是 人类创造出来的 一个解释体系 它只是把那个东西 拿来作为 工具 媒介 对对对 但它其实是 人类创造出来 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法论 没错 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其实星座 也是不同 恒星或者太阳 恒星系 形星系组合起来的 当然在我们科学 天文学里面 有一个星球 叫天球 知道吗 它就是跟地球 是同星的 然后跟地轴 也是同一个方向的 只是它是 无限放大的空间 所以这天球 就是把整个宇宙空间 以地球为中心 变成一颗球 这是我们在GPS 就导航上 会用的一个概念 天文学也会用 但是在玄学 或者我们 占星学上去看的话 用这个天球 我们站在地球上 以黄道划分 把我们看到的宇宙空间 划分成 以地球的球星为终点 划分成12个方向 也就是12个宫位 那这12个宫位 辐射出去 对应的一些恒星系 或者是各种 星系的星体 我们幻想它连起来 就像一只牛 就是金牛座 连起来像一个蝎子 就是天蝎座 其实就是把宇宙万物 和人联系在一起 那我们人本来 就在宇宙里面 就是应该这么看自己 但如果我们 没有这样的想象的话 人只看自己的话 你只会想说 我今天吃饱了没 那我老公是不是要换 因为现在是母系社会 之类的 所以他为什么 要这样连呢 其实这个想象 也是非常哲学的 如果今天我用微物论 或者用科学测量 我是永远不会想到哪里去 所以我突然理解 那个天文学 跟那个占星学 刚刚你在讲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这个就是一个skin 就是如果它是一个解释体系 它只要找到一个 让大家愿意去接触 跟了解 所以它给它一些 酷酷的东西 这个角度我蛮能够接受 我就像福音战士 它也是套了一大堆 你知道就是 看起来很玄学 看起来很神秘的宗教符号 然后有一个讲法 就是他问他说 你到底要做个 你到底要放这些东西干嘛 你想要表达什么 你想要表达什么 很酷的东西 没有我只是觉得 他这样看起来很帅 但是我好像突然能够懂说 那这样子把它分法 然后让更多人 愿意去接触这件事情 这样子我能够理解 它的逻辑关系 而且我从刚刚那个理解之后 我能够理解 之前白玉老师说 为什么所谓的占星学 它跟所谓的人文有关 因为那个是 人发展出来的东西 那种感觉 你被说服了 我被说服了 吉日起 加入我们的占星课程 现在输入折扣 哇谢谢 小小琪琪 自行业务能力很强 可是我跟你讲 还是我就是打开心盘之后 我就会又放弃这件事情 OK因为很复杂 上面有很多 因为很复杂 我觉得很多有什么 上升 太阳 月亮 然后还有逆行 我就看一看 我就哇这个 这个星座是很酷啦 有些那些东西 十二圣斗士 我也是大概略懂略懂 但是那么复杂 这些术语是什么 这些术语是 原本占星学 是有一整套 很完整的术语 但是像星座的 比如说它对应人的 个性是怎么样 或者说 这些符号是怎么出现的 是我们后来 占星学之父 他叫 Alan Leo 他帮我们把占星学 简化了 本来占星学 就是一套理论 然后它是很哲学的 然后还带一点 天文学的色彩 最后简化变成符号 他目的就是透过 他原本的办理 办了一个杂志 他目的就是推广 让透过媒体 让大众了解 认识自己 你不一定是生病 才要认识自己 或者发生重大挫折 才要认识自己 你可以在平常生活娱乐 然后茶余饭后 变成一个谈资 这是一种重训 就是你透过这样子的过程 你就突然 之后 因为我是这样子的人 我比较知道 怎么去应对他 而不是每次都第一次用 很像最近那种MBTA的概念 MBTA 也是两位 是英国的作家 一位妈妈 和一个小孩 对 透过容格的心理 对人格的分析 来发展出来 就是像这些 大家都很信的 其实他的源头 都没有那么的科学 但是大家为什么信 因为人就有一个矛盾体 一面需要强调 自己的unique 需要自己的独特性 另外一面 我需要有一个群体性 有归属感 这是人性 人性就是当别人否认我的时候 我需要一个归属感 有一个团体 大家有共同的符号 然后我们都用同样的语言 被互相认可 另外一面呢 如果大家都人云亦云 像sheeps一样 就是谁都一样 我也不愿意 因为我觉得人生 没有意义 没有成就感 这时候我们要强调 自己的独特性 而詹心就同时具备了 这个东西 那白老师可以帮我们 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当我第一次看到了星盘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初步的了解它吗 好 第一次看到星盘 我们就要接触 占星学的基本概念 第一个不是星座 星座在占星学里面 是最不重要的 第一个是要先看宫位 你的宫位里面 有什么不同的 第二个概念 行星 对 所以你看一个 自己的星盘是个圆的嘛 然后就看到圆的里面 有画12个方 像蛋糕一样 12个小蛋糕片 那就这12个宫位 好我这个占星星盘看到了 里面就会有不同的行星 就可以看一下你的行星 是大部分坐落在 平均的不同蛋糕里面 还是有一些群聚效应 假设是在两边 还不用解读你的星盘 就可以看到 这个人是悄悄板 这个叫做 星群的图形 悄悄板 它容易两边的矛盾 来回跳来跳去 跳跃思维 那也有晚行的 如果我所有的行星 如果所有的行星 是在下面或上面 这叫做 我对所有世界的接纳和想法 以及对自己的想法 都集聚在 比如说在下面 就是集聚在内心和自我探讨 上面就是外界世界 我有时候认可自己 是透过别人 对我的回馈来认识自己 它有不同的图形 那我们的行星聚集的方位 看到之后 我们接下来看 这些行星坐落在什么星座 这时候才有星座 那这时候看星座 我们先看星盘的四角 四个点 如果是镜头的话 最左边叫上 你的最左边叫上升 我的右边就是 我们观众的左边 就是上升 也就是说 当我的太阳星座 发展到一个程度 我想要自己更好的时候 我的上升星座的样子 就会出现 比如说像我原本太阳模样 但我很急躁 讲话很冲 但是我的上升巨蟹 关心别人 然后同理心换位思考 我就变得比较温暖 我就变成升级班的自己了 好 上升看完之后 可以看下降 我与别人合作的时候 我会呈现什么样子 天顶 我人生的追求 和我父母对待我的方式是什么 天底 我的安全感 和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是什么 可能我现在很光鲜亮丽 回到家就是鱼干女 对 这是一个基本理解 好 四个顶点看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 十二个宫位 有代表人生的十二个舞台 自我啊 恋人啊 父母啊 之类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看到 我们的不同舞台 坐落的行星 行星里面坐落的星座 他们就会表演 不同的样子的我们 我们就会呈现自己 多面向的 个性啊 角色啊 我们的渴求啊 心理状态啊 就一步一步解答出来 这还是基本哦 这是我们 这堂课 全方位占星学的 基础课程 基础课程 然后我们里面也有中阶 在这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行星的相位 不同的相位 这颗行星 比如说太阳和月亮 在对分享 也就是呈现一百八十度 这代表 我一面觉得自己的 追求自己的成功很重要 一面又觉得生活的balance 也很重要 到底工作重要 还是生活重要 我好焦虑啊 这是我的人生主题 那行星的相位之外 我们还有行星的相位图形 比如说像戴娜 王妃 她就有上帝之指 三颗行星连在一起 有一个行星会连动两颗行星 假设她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 一面感情问题是她的上帝之指的方向 我有点忘记 但是假设一下感情问题是上帝 手指指向的指 是这个方向的时候 左边的顶点可能就是她需要实际一点 比如说大家要不要一起赚钱买房子啊 每天要怎么度过啊 是不是晚安之前要一个good night kiss 对 那另外一面呢 她又需要多沟通 多陪伴 就是除了知识的生活 她还需要一点陪伴 说到陪伴 爱有无中语言 这是其中一本心理学的书嘛 每个人想要的爱不一样 她可能想要的陪伴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相位图形里面去解读出来 所以她的确是把大部分人类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 然后对应关系把它列出来 让你听了之后 原来别人是这么做的 我可以这样子去想想看 我觉得案例分析好有趣喔 所以星座其实很像是宝可梦 因为她就是让大家去吸引她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谈这个东西 可是跟你讲说 没有宝可梦其实不重要 就像玛利欧赛车里面 玛利欧一点都不重要 重点是玩那个游戏 你可以在里面体验跟学到一些东西 没错 人就是对自我探索和探索别人是有兴趣的 如果今天我跟你分享 这个贝博定律是什么 就是什么东西啊 但我今天说人就是这样 谈恋爱的时候一开始有新鲜感 后来她再怎么美 我都审美疲劳 这叫做贝博定律 对就是我们的感受是逐次递减的 对所以我们讲那些心理学的东西 大家可能就觉得距离好远喔 但我们讲占星的东西 她还有一些生活化的语言 然后她的思考又相对比较有经验 她好像一个智者一样 所以就好像两个人在聊天 很快这个话题就建立起来了 我觉得跟之前我们在聊那个漫画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一个悬疑的东西 要把人勾进来那东西是一样的 对对对 好我现在知道 我觉得如果发明了定论 我可能会叫她福音战士论 或者是宝可梦定论 这样就会至少有个YouTuber 可能会想要做成shorts 而且可能还有基本受众 马上就有个方向 对对对 我觉得会很好奇 这件事情它是怎么展开的 就是这个占星术从她 应该说对 这个占星学 它是怎么样开始进入到大众 这整个过程 然后以及她理论形成的过程 现在会觉得 我蛮有兴趣的 我想去查一些文献来看一看 对 就是如何扩展到全世界 有这么多人 都迈进这个世界里面 对啊 这一定代表她做对了什么事情 这很有趣 我很好奇 那这个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很多人来问的事情 然后把它集结整理了之后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最多人最常见的困扰是什么 大家都来问什么 每个老师的缘分不一样 我现在比较少接个案 之前大量接个案的时候 大部分人 我的缘分是探索 自我探索 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 事业或职哀规划 的确听起来很常见 对 然后第三是 理财的思维格局的建设 最后大家不约儿童会说 那老师我顺便问一下 我感情好了 顺便 还是寻求人的连结 对啊 人一开始就是焦虑的 还是生存嘛 我们怎样过得好 过得稳 过得安心 最后还是因为我们 就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嘛 让我们感到最幸福的 还是关系 好的关系 对 最终还是会回到意义 生命和关系 这些主题上 老师会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很像是心理资商 或者是 其实它是一个 咨询跟讨论的过程吗 没错 我其实是用这个方法 只不过我没有心理资商师的执照 但我当年就是有考上 心理资商的研究所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做很多研究啊 或者是报告 我就觉得 比如说像心理资商的误谈法 还有座椅法 误谈法 就是我们谈来谈去 你是这样吗 你给我一个feedback 然后或者是座椅法 如果对方是怎么样 你会怎么想 然后用同理心的方式 交换角色来去理解对方 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 深信林的老师都是学院派出身 也就是我们从国小一直上到大学 所以大家都是比较喜欢 现代的相对学学或者命理的方向 就是我们还是用探讨的方式 而占星学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不管是公卫行星还是星座 每一个含义 像我们是荣格心理占星 这是英国学派的 英国占星学院的 每一个元素的解释都有正面和反面 举个例子 比如说冥王星 古代占星 经典占星认为冥王星就是死亡 极恶 可怕 对 但是对于我们现代心理占星来说 我们就认为冥王星除了有不好的 还有另外一面好的 叫做重生 潜能开发 或者是我们slash的资产 就是我们斜杠的 叫什么偏财好了 斜杠的钱 或者你的继承资产 还有金融 金融获利 金融财务结构的获利 这些都属于冥王星 木星 古代占星认为木星就是幸运 你很好运 你有福报 但是现代占星里面 木星还有 你可能被骗 因为你被顺着毛摸 被框之后 脑袋不够用就被骗 这其实就是 应该说 我觉得它就是A之后 可能会发生的几个原因 它就会把它顺着列出来 然后让你知道说 你现在遇到这件事情 接下来 你要小心一点点 所以你如果去理解这件事情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 更多人的经验 然后从这里面 你可能会学到一些事情 没错 那我很好奇 白瑞老师有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经验 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吗 也有有趣的个案 就是她 本来是一个很 独立自主的女生 结果她有一天说 老师我想要当小三 因为有个人 承诺我一年给我两千万 我一定要当 哇 真的很多 也很独立自主 这个选择也很好 有人给你两千万 你要吗 给我两千万 我可能真的会考虑一下 对啊 一年两千万 我可能会认真想一下 我可能也会去跟我的那个 先讲一下说 到时候分你一些 讨论一下 这很多事情可以讨论的 可以讨论 你不要带外年轻人 你不是很理性吗 怎么遇到你这么感性 如果我一千 你也一千 我们这样子来 递有这个成果 可不可以这样子 不是蛮开心的吗 大家都很开心 想象都很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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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案件的概念 Wing Wing 遇到可能会有更多烦恼 但是现在听起来两千万 确实很诱惑人 对 他确实第一年拿到了 我当时给他建议就是 如果你有生存能力的话 他如果不至于让你风餐露宿 我建议你不要 如果你缺钱可以借 为什么 如果我不是求你正知正确 如果你是我的女儿 他是女生 如果你是我的女儿 我建议你不要 对 我说这确实是带有我个人的价值观 但你可以参考看看 一年后他又来了 他说 老师 我其实要了那两千万 我现在是他小三 我说那你幸福吗 我说先不要说我是占星师 我是你的妈妈 我第一个想知道 你幸福吗 他说不幸福 我晚上睡不着 我说坐拥两千万 睡不着 为什么 他觉得害到别人是不是 他倒是没有这么想 因为他接受了嘛 对他知道 但是他觉得无所谓 因为那女生也没做好 所以总之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说那你睡得好 睡得不好是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个男生 于取于求 而且随时来随时去 你想想看一个独立的女生 她对生活的把控要求 是要多高 对 她忽略了 她需要一个掌控力 但是另外一边 是让她失序的 这就是合约没有谈好 对 要有一些限制才行 谈好就不会有两千万 没有错 因为你会想说 天哪花两千万 买了这些时间 我是不是得答应她的要求 这就是期待管理问题 她需要一个好的AM 跟经纪人 帮她管理这些事情 另外睡不好 也可以参考一下 Emma床垫 真不错 真不错 我在夜龙那边也有听到 Emma床垫 不是夜龙 贺龙那边 对 对 但其实我自己在 就是在做这个访谈的资料 资料找寻的时候 有发现其实 白玉老师的人生 也经历了蛮多 很坎坷的阶段 对 就除了刚刚有提到 你有三次的冰死经验之外 也还有遇到所谓婚姻的失败 然后创业的失败 那你会因为这些人生经历 让譬如说一些人 对你会有一些质疑吗 就譬如说 白玉老师 你不是会沾心吗 为什么你的生命 还遇到这么多困难 你怎么没有解决掉它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 大家对我真的是 想象太完美 或对我要求太高了 我离婚的当时 是我不会沾心的 但是我第二段离婚 是我会 我是知道我会离婚的 是看得出来 从流年命盘 但我不是迷信 所以我不会看这个 就一定会离婚怎么样 因为还有另外一种解读 冥王星第七宫 流年和你的第七宫 叫做你可能离婚分手 但也有可能是 你的合作失败 还有可能就是 跟你的竞争对手 一起竞争的时候 他失败了 你赢了 还有一个可能是 因为这样的竞争 或者因为这样的关系议题 我更有潜能去 发挥我更大的能力 让我变成2.0版的自己 这都是解释 所以我不会迷信 说一定会离婚 但是为什么 我知道我还是离了 因为第一 知道并且会发生的事 也许那个会发生的事 是你想要的啊 我本来就想啊 那第二像生病 我知道今天冷 我少穿我会感冒 但我真的没有衣服 我就真的感冒了 这个事情就是 你知道跟阻止它发生 还是两件事 老天还是比人 爱人吗 对 因为我们最近在看 定期的巨人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对 他就是看着它发生 对 很聪明的一个漫画 所以天始终比人大 就是 就是如果他 把他姑且叫做 算命的一面 流年算算命嘛 对 那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 你永远不知道 老天会给你出什么课题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说有这些可能 所以呢 你提早做准备 你就会觉得至少我尽力了 或者是往那边过去 我觉得有时提早接受 可能也是 开始慢慢在心里面 有一些沉淀 没错 然后当我现在 有自信能量的时候 其实我不太会看占星 因为我个人的判断 我是有自信的 我有清晰的头脑去分析 但是人难免会有情感失忆 对自己不自信的时候 或者迷茫 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这时候透过参考星盘 我不需要跟别人聊天 我就知道说 我自我对话之后 我有一个新的盲点发现了 对这时候 我节省了沟通成本 我感受到的是 老师身边有个作为 这个概念 你确定没有吗 后面 另一位 还是志祺志祺就是 那我好奇 就是在学占星之后 对于面对人生的困境 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我一开始刚学习的时候 确实帮助很大 后来内化之后 其实就好像 有没有它不一定重要了 就它已经内化了 所以有就是 无就是有 就是SOP已经建好了 对 但是一开始确实 假设我遇到我要创业 我就会把12宫想一次 然后我遇到与人合作 我就会把我的 我第7宫摩羯做 但是我除了合作之外 我自己的 比如说水星在第11宫 所以我需要在很多人面前 也就是我讲课的时候 我才能把我自己的理论 建立起来 让我自己一个人 在家里去 职上谈兵 我可能把我的理论 写清楚了 但是我的TA听不懂 所以我就知道 原来我的合作模式 要先去实践 实践之后 再feedback很多资讯回来 我再把这堂课程完整 所以我就开始接个案 然后接一些小团体的教学 然后把这个课程完整 然后再变成一个 大的理论学科 呈现给大家 等于就是自我的了解 越来越充分 然后有更多的应对模式 可以去面对外来的挑战 没错没错 我好聪明 精炼的解释 我觉得真的很像是一个 认识自己 然后也看看别人的案例 然后把这些 整理起来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会更 我觉得他在 刚刚我记得老师 在一开始的时候 一直很强调 就如果你是一个 刚学 或者是初学的 这种状态的那个名词 我有一点忘记 那时候用什么词了 但是一直很强调 那跟我刚刚最后听到的 是有点像 就是到了最后 其实大家就会 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所以你不一定要 可是所有人在一开始 练习去学着 跟自己相处 或者是练习去听 别人经验的时候 有一个好的结构 而且还搭配一些 酷酷的东西 如果这个酷酷的东西 刚好是你喜欢的 所以我听到这里 我会觉得是 鼓励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 然后去理解这个东西 就像老师说 就是你不用一开始 就抱着说 这一定是猴蓝的 这一定是假的 而是你可以去用 例如说像我的话 我就会用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 可以吸引到这么多人的角度 去理解看看 搞不好你从中 得到的收获是 你一开始没有去 踏出这一步的时候 你会有的东西 没错 而且我们这个 占星学里面 全方位占星学 我还用了一些表格 比如说占星学 和天文学的区别是什么 我会有很大的一个表格 来让大家知道说 这有一些区别 或者我里面 有一些神话故事 古希腊的神话故事 然后古罗马的神话故事 对应我们的行星 大家到底是 什么样的寓意 怎么样去诠释 其实神话故事 就代表人类 发展文明的方向 所以原来我们 大家都叫妈妈 或者遇到什么事情 大家都以一个同样的概念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也帮助大家去了解 人类文明历史 是怎么演化的 这些文明 我们知道的很多概念 比如说 为什么地府里面 那个冥王 他可以娶到 最漂亮的女生 所以很多霸总 就是心里面很多权谋 然后对很多人都很坏 但是他旁边女生 就很温柔很漂亮 大家为什么会有 这种霸总的迷恋 或者是霸权与 绝对美这种搭配 全世界会认为 这是人生胜利组 这背后有很多故事 可以探讨 它有哲学性 也有历史性 然后全部南瓜到 我们的全方位 占星学的这个 学科体系里面 当然这些都不是 我创造的 大部分我都是 集大众 很多星座 占星大师的理论 然后再加上 我的一些实践经验 比如说这么多元素 大家一开始 要去解读很难 所以我就有自己 独特的一套方案 把公式和表格 建立起来 根据不同的议题 有不同的公式和表格 等一下会秀一下 那个表格给大家看 原来我透过这些 有经验的表格和公式 我自己去自我解读 我能解读出 一些解决方案 这时候你可能就 省了很多钱和时间 或者说爱面子 不好意思 就不用去问别人 自己想一想 可能就会找到 一些解决方案 我觉得它很棒的是 一个独处的工具 好 那我们就来 看一下那个表格吧 好 我们财务表格的部分 其实每个人 对理财是很有想法的 尤其是现在 像我们护国深山 什么赚这么多钱 大家都很羡慕 但是放到我们自己身上 可能每个人 你去买多少ETF 还是做什么 各种不同的鸡蛋 放在不同篮子里的 这种理财规划 可能大家都有点 小心谨慎 毕竟钱没有那么多 像我自己原本大学 学的是金融嘛 所以我对财务 还是有些研究 然后我自己也去找一些 研究的paper来 把它结合到占星里面 所以当我们遇到 一个人理财 并不是说 大家想到理财 想到什么 像志祺你 想到理财 想到创业 创业 很好 这是一个自力更生的 永不服出的状态 但大部分人想到理财 是说我的薪水怎么样 我每天花多少钱 然后我想要买房子 我今天想要买那个 但是我钱不够 对 就是很多都是匮乏感 或者说觉得好像 只是有应用面 但是没有管理面 对 我们占星学里面 就有管理面 尤其我这边 有一些跟流年有关的 我特别把财经的知识 透过就是别的财经大师的分享 然后我在里面整理成表格 在这个表格里面 就是把人 当我们面对财务的时候 分了几个面向 比如说你的个性是什么 如果你的个性比较谨慎 你可能就适合那种0056 什么这种 比较储蓄型的理财 所以个性是什么很重要 再来看你的金钱观 我的金钱观 我必须要给父母孝亲费 这也是一个金钱观 然后这样就 你就觉得这样的理财观念 就够了吗 不够哦 如何投资 还有你有没有财是继承的 这也有关 还有你的正值收入呢 你的斜杠收入呢 最后你的日常开销 这个想到之外呢 还有你自己的风险意识 每个人只想着赚钱 没想着怎么样守钱 对 这个就是大家没有想到 但是我们占星学的 全方位立体的帮大家看 财务要怎么样体现在 一个人身上 是不是就好像有一个 很有经验的长者在身边 感觉老师是把 就是占星学 极大成的东西 再加上他本人学术的 极大成的东西 都整理在里面了 没错 我自己会觉得说 真的可以去听听看 别人怎么讲 就反正听听永远不吃亏 这是我的想法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 特别想要跟我们 志祺七七的观众分享的呢 因为我们这次 特别来志祺节目嘛 我们就准备一个 折扣码给大家 希望志祺的粉丝 可以透过这堂课程 找到自己想要的方向 志祺三百 可以在我们课程里面 折扣三百块 然后大家可以放轻松 用一个工具思维 和放大的思维 去探索自己 探索人生 其实人生很美妙 有一个很棒的工具 就可以帮助你 轻松地把人生过好 那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讲的 所有的内容 其实占星学 不只是大众媒体 所强调的 我们是什么星座 就要怎么做 然后他一定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是 管中窥暴可见一般 它是一些小部分 更多的部分 是我们透过 占星学的学科体系 理解我们 理解人 理解事物 理解自己 有一个完整的 逻辑思维 这个逻辑思维 可能是有经验的 更可能是 有深度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把它当作 一个工具去应用 帮助我们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自我对话 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开拓思维 看到盲点 然后与别人相处 我们可以用更尊重 更开放的眼光 去对待别人 我相信人和人之间的 和谐相处 或者是快乐 幸福的感觉 是来自于 我们愿意去理解对方 那占星学 就是一个工具 帮助我们去 多面向的理解别人 那总的来说 它是一个工具 如果大家可以用 大格局的方式 去理解这个学科系统 它可以帮助你 打造自己 更幸福的人生版本 我觉得理性 还有了解不同文化 是很棒的一件事 我非常欣赏志祺 和志祺七七的观众们 就是看待世界 是这么的 看起来冲突 一个理性 一个又跟漫画 跟动漫有关的 看起来冲突 但其实它是很美好的 当我们理性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 放松的状态 一个美好的状态 来让我们的人生 感觉更温和 更有幸福感 但另外一面 当我们活在一个 二次元世界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 把梦想放得更大 然后把现实 看得更轻 这个时候理性 抓回来 是一个很棒的事 那这就跟占星学 是异曲同工的 我们可以理性地 把它当成一个工具 也可以感性地 把它看成一个 自我对话的方法 那也是希望 可以在这里 透过 志祺七七 告诉大家说 所有我们看待的工具 如果你用辩证思维 去思考 你就是科学的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 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也别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 或是点这个地方 看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明晚再见咯 拜拜 拜拜